我觉得既然你是来面试 这个影视的短视频演员 你就演一个角色呗 出个题目给你 好 你接到了父亲离世的噩耗 那个非常爱你 天天叮嘱你保护你的父亲 他将不久于人世 这个时候你来到了他的病榻间 我怎么办 表演结束了 来 给张池给姑娘 有一点天分 如果说这是舞台表演的话 你这个动作太单调了 观众看不 就是他可以 就是你这个动作持续三四秒就足够了 那么如果老这样的话会很尴尬 没有导演思维 就你只是一个演员 曹熹你这说得非常外行 我跟你说 他刚才那个情绪那么高的情绪 让他立刻进去 突然进去 这第一的话他才有表演天赋 第二的话 刚才他情绪是完全入戏 你知道吗 百分之八十的演员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真正入戏 他刚才入戏 我可以说他表演天赋 肯定是比你高 曹熹 我觉得我来说这个话 特别有 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件事情 2018年 我自己的妈妈 就十二个小时脑溢血 突然离世 就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次打击 刚才他 就是那一瞬间 我觉得就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曹熹你是不坚人性的 我告诉大家 舞台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如果说我们把生活中的场景 比如说这个东西发生在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家庭 你那样做是可以的 但在舞台上 你要有低进 要故事的推进 所以说这一块 我不是说 我在街头上能看到的一幕 我还要在舞台上 再重新看一遍 那个对我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曹熹说的是没有错的 他的反应固然真实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个人对于一个剧情的解读 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表演其实是一种对话 就是我表达出来的东西 你要能感受得到 而不是我只表演 我自己爽了就OK了 所以才要学习 对 是的 对 我缺乏专业的学习 这是我所欠缺的 来 我们进入智场行山课堂 在智场中 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 因为经常加班而辞职 是不是太不会吃苦了 我觉得我们90后和95后 并不是说 因为加班觉得吃苦 或者是因为加班了 占用自己的时间 他就会辞职 可能他觉得这个工作岗位 对于自己来说 它没有一个更好的预期 可能别人会说 我们好高骛远 但是真的就是 我们自己心里想的 不是说你不是我自己 所以你不知道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不是要不要去辞职的问题 而是你加班值不值 可能对于70后 80后 他如果不加班 他可能就没有工作了 但是对于90后 95后和00后 他的选择很多 所以在这里 他的那个职业的价值观 已经不是受苦 升职加薪 而是有更大的自由度 更有兴趣 在这里加班不是必选项 必选项是我热不热爱 我觉得值不值 那个你喜欢的演员说两个 你喜欢的网络达人说两个 先说网络达人吧 张子健老师 首当其中第一个 就是我喜欢的网络达人 谁啊 我看过 谁啊 杜子健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杜子健老师 就是我想说的是 我真的很喜欢您 我看过您所有的视频 就是有时候可能很短 但是你就像别人说 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你 或者不喜欢你 你逝去逝流 然后包括你说的很多 很多见解 我觉得都挺对的 就是 所以他叫见解传媒吗 好 那两个演员 我特别喜欢辛子蕾 我是看那个辛子蕾的 一个专访 所以我很喜欢 他就是从小 家人条件不好 但是他为什么 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是因为他是一个 很有欲望的人 他有点在鸡汤的那个世界里 而不是在演技的那个世界 我理解了 其实你喜欢 他们是喜欢这个人 但如果一个演员 最骄傲的是 你喜欢我的角色 他喜欢他们的生活态度 所以他身上没有公主犯 就因为这些演员身上 也没有那个东西 都是独立的 自我的 辛子蕾 你见过那个 卖牢笼里的那个小仓鼠吗 有见过吗 就是卖那个小动物 你看那个小动物 是不是24小时都在跑啊 就是我特别害怕 你成为一个特别努力的人 在生活当中 我看到很多生活 特别用力 特别努力的人 但是没有方法 再怎么跑都会到原点 而这个方法 如果对于你来说 就叫做你的专业 成文你完全说反了 他根本就没有在努力 他只是觉得 我有一个爱好 我想去尝试 如果他真努力的话 这么多演艺班 随便哪 哪个都可以报 你真的想学的话 大把大把的机会 你根本就没有努力 老师你这个说错了 我是想用自己挣的钱 去报演艺 因为我爸妈不支持 你难道没有几十块 去买一本演员的书吗 其实今天无论是你 对于你父亲所说的 你的誓言 还是你今天 在舞台上的表现 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 你想挣脱束缚 你生活当中 没有尝过苦 你想去尝一尝 那是什么滋味 如果你要真的得到 你父母的爱 是让他尊重你 让他尊重的方式 就是完全脱离 他对你的庇佑 不管你成功或不成功 只要你过上了 真正完全脱离他的生活 他就会 以一个男人的视角 来尊重你 而不是以一个父亲的视角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好吧 好 第二轮选择 去过了 还有一盏灯